不同 造型导演赵宝刚 转型立作 奋斗 各地热播 收视率提高普下 剧中的台词也成为大家的口头禅 无数观众被这部亲情演绎80后奋斗历程的电视剧吸引 有种相见和满的感觉 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我这辈子算舍你手里了 是我这辈子舍你手里了 咱们好好过吧 咱不会那么比别的 就比比谁过得更好 你胡子该刮我了 别跟我离婚 那我们要问第一个问题赵导啊 然后我觉得您是一刷特别直率的人在我心目中 也不会管这人在现场不在现场 所以算 那您这个每个戏友的时候用完每个人的话 这个角色我用的太对了 有的角色我觉得哎呀这个角色我用这个人其实不太合适 咱们都有遗憾的 那您觉得他们三位啊 每一位您用起来现在觉得其实是不太适合当中的角色挺后悔的 都不太合适 真的吗 跟我心目当中的那个角色都不太合适 这话我还听 但是他们演完了之后都挺合适的 这个好赖人寻味啊 这个好赖人寻味啊 这更给导演的很有能力 把我们固合把固合适的变成了合适 这么多年来您也拍了很多的戏对不对 有曾经有过演员演完了以后 你后悔用它吗 有 比如说那个像路像有像风吧 最开始就是 我是塔伊丽时候候选之一 但是后来我没有用它 结果后来我再见到它 我就特别后悔没有用它 所以你后悔了 但是赵导没选 这个我也不能后悔 因为演员其实很长一段阶段 就是在被选的过程当中是很被动的 所以那一次你是跟赵导师之交臂了 像无像女 那大维呢 这部戏之前有过交道吗 跟赵导之间 很早就见过面 但是直到那个拍戴军老师演的那个片子的时候 哪个片子 不是说你上了叶宇吗 叶宇吗 叶宇 来那个片子是导演也找了我 我也特别喜欢这片子 赵导 当时你盯他的角色是哪个男主角还是 男主角 叫什么 李海涛 你的意思啊 人家演你的角色 那是我的 继续 然后后来 那个时候再拍另外一个戏 然后后边的合同很早就签了 导演 但是当时很麻烦 如果导演要等我的话 他要等三四个月 导演 就是那个时间必须要拍戏 然后后来就错过这个机会了 去年就一直没拍戏嘛 过了春节就一直等 然后我在济原机场 记得特别清楚 导演的副导演 然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说你是童大为了吗 我说我是 你看那个 我是赵宝刚导演的副导演 在那儿我拍一个戏 然后麻烦你给赵导演回个电话 一说 等到 不是 是李天亮了 就是导演经常赵导演 听到没有明明开窍门了 哈哈哈 就是终于等到了 然后我就马上给导演回个电话 导演说 我那个 接戏了吗 我说还没接戏 我说 那个 我下边要拍个戏 很快要开机 然后 你看个满的吧 呀 导演 你鞋子给刷鞋子挺像 哈哈哈 我想 那个 朱宇晨 是不是每个人见到造岛的时候 都有种做梦的感觉 你有吗 我 我 我给你分享一下我的经历 我